鄒文哲 蕭總統這件事情 會不會是韓國瑜必須要 出馬2020的原因 不會 韓國瑜不會選總統 我覺得大家當然 因為韓國瑜這個話題非常的熱門 討論韓國瑜 大家才會有關注度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 把韓國瑜拿出來討論 就是熱鬧 過年就是要熱鬧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覺得韓國瑜 上次我們黃毅元講說 他絕不可能選的時候 我還說這個年頭 我還說這年頭講 他現在改觀了 是 我要跟他對調 我還講說這年頭 講話還是保留一點好了 沒有那個什麼絕不可能的 但現在換我講好了 不可能 剛剛大佬講得非常好 但這中間是必須韓國瑜有意願 來參加這個初選 韓國瑜不可能來參加這個初選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頭 第二個就是說 國民黨已經有了總統候選人之後 如果經由初選 大家都說他們的民調輸給柯文哲的話 是不是要把這個總統候選換掉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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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注 有沒有聽到 不可以 這叫換注 你知道嗎 這第二版 所以不可能 而且韓國瑜也不會願意 我覺得在大家全台灣 剛剛說小媽祖 現在全台灣是封韓國瑜 不是小媽祖 全台灣封韓國瑜 是對韓國瑜的厚愛 但是我覺得一直討論 韓國瑜選總統 其實會對韓國瑜的施政 就是說他當好高雄市長這件事 其實會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干擾 我必須這樣講 那麼很多八國聯軍 韓國瑜很可愛 去高雄市見韓國瑜 你們怎麼知道 他沒有去其他的市見 其他的市長 其他的市長 只是因為沒有SNG車在那裡而已 沒有人去報告 好歹發一張新聞稿出來 發了也沒有人要去 簡單講是這樣子 所以就好像說以前台北市 以前柯文哲剛紅的時候 剛上任的時候 大家也很愛訪問 他接待外賓 然後他不是就出了很多球嗎 丟了很多人 破銅爛鐵 對 其實我覺得這 並沒有這麼的不正常 只是我們習慣 我們喜歡把韓國瑜的 所有的事情 放大再放大 膨脹再膨脹 就像王世堅剛剛 期許韓國瑜 不要一天到晚暗示 其實他沒有 他只有說他的市政要把他做好 韓國瑜我覺得 他也沒有自我膨脹 他也沒有自我放大 可是我們大家都在膨脹他 都在放大他 我覺得可以想見 他的身心上面的壓力 有多麼的大 所以我覺得站在這個角度 我必須要講說 第一個他不可能選總統 第二個再回過頭來 這件事情 我覺得困擾最大的 我看了一下剛剛 因為這些人我都好熟 出來講話的這些人 我說藍營的人 我覺得困擾最深的會是朱立倫 因為他是現在 國民黨 對 就是說現在暫時 民調最高的人 可是我們都不去討論這個人 一直去討論這個人 不能夠打敗柯文哲 你想想看這對一個 這對朱立倫打擊是最大的 困擾是最多的 他又不能出來講 他也不能說不支持韓國瑜 他只能跟武敦義一樣 完全開放 就是他也太為難了吧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所有的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很喜歡講 他們的幾阿哥們 都是非戰之罪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想 選總統才是非戰之罪 他還沒戰 可是因為大家太喜歡韓國瑜 太喜歡討論韓國瑜 討論韓國瑜政治人物 你就要靠在韓國瑜旁邊 或者是就藍營的 要靠在韓國瑜旁邊 綠營就去黑韓國瑜 因為你這樣才有曝光度 大家才會討論你 問題是說 這些要選總統的人 他們是最需要曝光度的人 他們怎麼搶得過韓國瑜 這才是真的非戰之罪 大家希望他們努力 他們努力我就說 像我知道台中市長 也見很多外賓 但是沒有人會討論 擔心的就是說國民黨的這些 不管是太陽或者是天王們 到底打得過 打不過柯文哲 你才不會打 你就覺得你一定輸 這是怎麼搞得太贏 國民黨應該是 你說應該跟世堅一樣 覺得蔡英文也能打敗柯文哲 我的個性其實比較像王世堅 我其實是很佩服王世堅這種人 就是說 我不要這樣講 他一定否認 但是就是說明明知道 我接受你的背 我接受你的背 就是說明明知道蔡英文選不上 還是投給蔡英文 我是這種個性的人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韓國瑜是國民黨中樂透 不是這樣嗎 韓國瑜不是國民黨耕耘的結果 韓國瑜是國民黨中了樂透 自從中了樂透之後的那一天 就不想耕耘了 不然要做起來 每天想說我再來刮刮樂一下 選每一個地方就看 有沒有韓國瑜 這輛我們再怎麼努力 也不努力 就都賣掉 看有沒有韓國瑜來 我們可以選得上這樣子 總統也是 你們這些都不要再出來了 韓國瑜再來選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的 包括國民黨的支持者 我沒有要選舉 我不怕得罪國民黨的支持者 每一天就想說 中了樂透之後 是每天來刮一下刮刮樂 這樣是對台灣是無於事無補的 國民黨要去思考的是說 你不只是蔡 蔡英文是因為選輸了 所以他的努力可能有限 但是他們還在接地氣 想辦法當網紅 想辦法整出一個新的隊伍出來 不管你喜不喜歡 他一步一步的很努力的在做事情 國民黨就等著在那邊做中樂透 因為中樂透可以贏15席 其實他都不用努力了 你努力都白努力的 你再怎麼努力比不上中樂透 這是對國民黨非常不好的一個詛咒 那國民黨必須去思考 就是說你今天要怎麼去經營 你今天要怎麼樣重新贏得台灣人民的信任 你過去曾經贏過 為什麼在馬英九的時代 最後國民黨輸得那麼慘 不是馬英九一個人的責任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包括國民黨的支持者 你們是怎麼樣豐名馬英九的呢 不是這樣嗎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思考 這些種種的問題 現在是中央政府 現在是要選總統 國民黨讓老百姓失望過 民進黨也讓老百姓失望過 不要再用牽樂透的心情 來思考選總統 然後放韓國瑜一馬 饒了他吧 讓他有時間休息 讓他有時間好好 去把高雄市政做好 那我是希望就是說 現在想要選總統的這些人 也好好的去思考 去做出自己 當然不要每一個人去選韓國瑜 因為你們不是韓國瑜 你們也不是柯文哲 想要做那個網紅 也有一點似不像 我不認為國民黨 其他的人出來選 絕對選不過柯文哲 這樣把包包拿起來好了 把包回家 當然有可能會輸 但是你要努力 當然 這個講得都很有道理 可是他們都是擔心 萬一輸了怎麼辦 不是 但是立文 就是趕快 立文沒有仔細看我的臉書 因為貼出來也還只有半天而已 我不是仔細看 我是根本沒看 我想得你一向對我沒有什麼敬意 因為我臉書的最後一點 我有講到 因為立文說這個困擾最大的 我這個提法困擾最大的是朱立倫 你曉得我最後一行有些 我說我這個提議 並沒有對朱立倫有任何不敬 因為這個反而是 我知道你沒有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對朱立倫 一種激勵 激將他 激勵 當然激勵也是可以是一個壓力 但這個壓力是好意的 是沒有什麼惡意的一個激勵 因為如果你能夠拉高 而贏過柯文哲的話 我今天這篇文章作廢 就測了 就完全等於沒講一樣 還有第二點 你提到說 我們現在一講韓國瑜講韓國瑜 會干擾他的施政 這個我也建議 因為我的想法跟王文偉 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王文偉是要做誰 要讓他不得不選 氣勢好得不算表達 我不太贊成這樣 你去美國 就是以高雄市長的身分去 然後你回來就專心施政 你心頭不要有 想要做總統的任何念頭 你就好好的幹 好好的幹 幹到今年四 五月 真的黨內沒有一個人 能夠贏過柯文哲 而且距離很多 那個時候你就這樣很輕鬆的 絕對不能帶你去 你的距離很多是距離多少 很低調的 你就絕對不能帶你去 他就一個人單槍匹馬去登記 這樣就好 這樣的話 對他的施政 一點干擾都沒有 還有有一些 我順便 我提醒韓國瑜一下 你很多地方是很挑剔 很好玩 但是有的時候你真的 這個跟柯P有類似的地方 不過柯P犯的錯誤比你大 譬如說他看到現在各國的使節 在台的代表都來找我 要我去參加展示會 參加這個 參加那個 以色列的 馬來西亞的 新加坡的 澳洲的 墨西哥 日本的都有 紅黃 藍 白 黑都有 他就把他講的 這是八國聯軍 這是錯的 因為八國聯軍是圍城 這個叫紅 藍 白 黑 都來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萬方來朝 曹共 但是萬方來朝 這四個字也不能進到你的腦袋 因為進到你的腦袋 這個就是選總統了 這個就是選總統 也不要這樣 所以他可能有這回事 所以輕鬆搞市政 到時候非選不可去登記 不必要的話 恭喜 不要 蔡英文對本黨 了解得太粗淺了 說實在話 柯文哲有參選 那更會讓你們放心的 絕對 這沙喀都之下 我們明天黨蔡英文絕對會贏 民進黨會贏 害怕柯文哲會當選總統 我真的是多慮了 跟之前分析台北市選情的時候 已經騙過我每次了 其實今天誰出來選 我覺得姑且不救了 結果今天為什麼 國民黨的四大天王 沒有像韓國瑜這麼樣 可以就是領起這麼多人的興趣 即便是春節前一天 我們大家都還在拼命的討論韓國瑜 是不是要出來選 因為他是樂透 他除了是 他為什麼會是樂透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對他這麼有興趣 我跟大家講 其實為什麼 他可以喚起高雄人 一片國旗 漆海飄飄 我跟大家講這四大天王裡面 都還沒有參選的主論述 主論述都沒有出來 你沒有給大家一個很有希望 我投給你以後 你會做到什麼事情 主論述都沒有出來 所以當然大家的目光 都還在韓國瑜身上 韓國瑜的中心思想是非常明確的 他明確的支持九二共識 他明確的講我是中國人 國民黨這四大天王 到現在敢不敢 開口說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華民國人 我是中國人 有什麼不對 沒有什麼不對 要不要宣誓說 如果我當選了領導人 我要跟對岸簽50年和平協定 為什麼不可以 不要簽和平協定 難道要打仗嗎 蔡英文如果有機會 她想不想簽 想簽 只是對岸不會跟她簽 講白了 如果今天還要用和平協定 這個東西來抹紅的話 對不起 我覺得到今天的台灣 已經沒有用了 當選以後 課綱改不改 前朝的弊案追不追究 如果把核四廢掉 風電花了兩兆 有沒有貓膩在裡面 有沒有利益輸送的東西 我通通要查清楚 要不要恢復中華文化 讓我們跟兩岸對岸之間的年輕人 可以有所競爭 能夠有中心思想 我覺得當這些四大天王 通通都沒有論述出來的時候 大家只能把目光 看在韓國瑜這張樂透上 不是嗎 所以我並不覺得說 四大天王出來 就面對這個三喀都的情況 有柯文哲出來 就一定選不過 不是這樣 只是當今天柯文哲 不斷披上藍的外衣 不斷的在兩岸中間 試圖壓縮 國民黨的空間的時候 你有什麼對應的方法 比柯文哲講兩岸之間的論述 更能吸引所有全台灣的人 讓全台灣找到一個出路 這是你四大天王要做的努力 否則不要再說 大家為什麼都只看韓國瑜 因為你沒有做出一個 很亮眼的論述 你今天做出一個很亮眼的論述 四大報通通報道 形成一個新聞焦點的時候 自然大家就會覺得 你有那個格 你講了哪些話 是讓我們覺得 學你當未來的領導人 是有希望的 比柯文哲更靈活 比韓國瑜更刁鑽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論述出來 如果沒有 當然大家會寄希望於韓國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男嘉賓